4月18日 sareckwee wahlaş who wich 大家是多么深爱香港这国家 香港这国家 香港这国家 香港的尊业 dil 법 醫生就是共產醫生 顧問那些 你不見什麼 共產教授袁國勇 他沒有轉行的 最近就研究完倉鼠之後 便便渠之後 就去研究便便三文魚之間的關係 他老本行 只是會做這些事情 而聶德權 又有名叫業績權 他要做的當然就是 不斷推銷自己的科技伏技 那以往已經登記了的人士 就會獲發第三重天的通知 聶德權提到 那個撐科技伏技的比率去到五成 而通行證的第三階段 就會在五月三十一號實施 所以他怕你就不記得了 所以呢 就根據以往那個登記 再提一提大家 他說目前仍然是出現著 針等人 就不是人等針 的那個狀況 之前不是這麼說的 之前他說什麼 你那些服仔很搶手啊 沒有貨到啊 有買襯手啊 所以就說業績權 大家還記得 很多真是相信的 結果哼哼聲地去 而那時候我已經抓住大家了 你等他出獎品先啦 那是不是出獎品啊 跟著 有成三百幾萬 你萬一有什麼問題的時候呢 你是可以經過這個專業的公務員團體 申請 雖然目前是沒有人拿到的 但是我當日都有提過大家 你是不會拿到的嘛 保險 拿了保險給你 怎麼會拿到才行的 那巡人只會做巡事咯 這個真玉成話頭 第一次不聰明就算啦 你被那些 什麼服仔 課員短缺 滾了一下 嘩第二回 打邊爐啊 煞到熟一熟啊 真是 人講三百萬 你又以為真是有啊 結果就出現那些 飛沙風中轉啊 歪來歪稱啊 乳化聲線啊 諸如此類的個案 那至於我一直在這裡 講這個科技伏記 算不算壞話 我很支持大家去的 那被人冠以一個叫做 Anti-Vexor 的名號啊 結果是 失去了某部分支持的 不好意思 我真是只能夠說 不好意思啊 人家去不去支持科技伏記 啊 關你什麼事呢 根本上就是四個大字 叫做多管閒事 那目前有幾好啊 好像說有新一代 新一代那些呢 又不錯的 喏 那如果你計算一下 效用是大個風險的 啊 今回真是啦 啊 你可以考慮一下 那隻叫Lovavax 不緊要啦 那目前又有另一位 共產專家 這位是何柏良的 不過這樣說 如果已經都已經是第二重天了 那你一直繼續第三重天 第四重天應該 你最多都是免疫力方面 靠了他 依賴了他 那麼差些的 要有事的 我想 頭兩鑊已經有事了 我敢想啊 那所以 已經去到第二重天的時候 咦 那就豁了出去 我覺得就 沒什麼說實雅實恥了 那我們又來看一下 何柏良說什麼 他又說通行證方面 都會有寬限期的 但是 他建議就是縮短過寬限期 因為如果你有這麼多寬限期 那些人就不得快 包括他就說 只有85萬名長者 就已經去到第三重天 而已 而比率來說是42% 所以政府是應該 好好審視這個群組 這樣說 因為他影響了政府 再大規模放寬社交措施 嘩 專家說的話 你不信這個專家 他找了一些KOL專家給你 每天都在講一回 最近做賣盤成功 咦 專業的淪落可以去到什麼程度呢 那你就要看一下 他派了多少人 進去那個團體 你袁國勇啊 梁紫超啊 那些很明顯已經是共產醫生 共產教授的啦 那些不用說的了 但是 法律界方面 怎麼樣 剛才已經給大家看到 原來大灣區是可以執業的 有人不合格 而共產黨是一個 以組織起家的政黨來的嘛 所以 他是緊抓每一個組織的 那他緊抓不到那怎麼辦 就趕走裡面那些 頭面的人物 然後自己安插自己的人下去 以往呢 做的這些手法 就會比較上濕淘一些的 你見不到嗎 你看看阿貪和那些公務員團隊 慢慢捏上去 嘩 放了下去幾多年了 好多年了 你又看一下 V&US 放了下去幾多年 是不是 一路扶搖直上 當然呢 就有人去關照他啦 但是都不及得上 當日 人酒茶梁振英 這裏要讚一讚一本 財經周刊 林洪酬寫的 每周財經 當日他已經貼了大字報 就說有人呢 意欲危至這個寶座 那個呢 是貼住 人酒茶梁振英那個樣子的 而且當日 所謂的 八萬五千個單位 那個建議呢 是誰弄出來的呢 又是人酒茶梁振英 那為何他可以獲得加持啊 那當然是跟 張曉明那些屬啦 廖長江那些屬啦 那自從上回啊 大家記得哪個走了啊 夏普怡那些走了啊 年夜啊 漏夜啊 幸運而已 早一步啊 快人一步 理想達到 理想是什麼啊 離境啊 那至少他離境這方面是成功的 那但是整個大律師公會呢 沒有了夏普怡等人之後啊 當然就樹倒湖村散啦 你又剩下那些 裝腳可以上去的 所以今時今日我們要叫 共產大律師公會 那這點外國承不承認呢 看不看得到呢 不知道啊 你要看一下 拜拜人民幣的戶口 最近有沒有到帳咯 有到帳的時候 親 那不會有吹矯通知的 否則的話呢 就會有譚書記那些走出來 親最近還沒到帳啊 私人帳戶那裏 為什麼 你還沒找到帳啊 吹矯通知來的 亦所以 受人錢財 就替人消災 這裏 大律師公會 強烈譴責任何啊 啊 企圖干預本港司法 獨立運作的人士 沒有干預你啊 你就繼續運作咯 只不過人家呢 就叫你運作的時候 麻煩你走遠一點的意思 你那些怎樣運作都好 啊 這些叫黑箱運作 那我們來看新聞先 5月12號 香港大律師公會 發佈聲明 就說呢 有七個美國的國會議員呢 5月3號時候 竟然可能梁仲恆議員 有份推動的 哈 聯署給這個拜拜啊 促請行政機關 就去target那些 香港國安大法指定的 就是國安法官 蘇惠德那些呢 啊 今時今日還沒見到他啊 是不是已經乳化新鮮了啦 你放心 大家真是放心啊 這些人物呢 他如果不是最後一口氣的話呢 當國是不會讓他輕易地離去的 為什麼啊 不想損給大家看 所以 在醫護機構裡面 嘩 可能很多條喉 以及一有什麼事的時候呢 就真是啦 比卡超啦 搏一搏那些 左手右手 兩手掩住胸口 不必要他回魂 有沒有看過回魂的東西啊 這個共產工會就說啦 任何地方任何人士 企圖干預啊 各樣啊 都會深表遺憾啊 那些 香港那些 共產法官的獨立性 是獨立性有他的份 誠信呢 毋庸置疑地說 毋庸置疑那麼差 他講得對的 他沒有說錯的 還沒寫完 毋庸置疑那麼差 他們的恩選委任 和執行那個憲制職務責任呢 都不涉及任何政治考慮 和任何的干預 因為這個不是考慮來的嘛 是決定來的嘛 他又說得對啦 不涉及任何政治考慮 是政治決定來的 沒有受到任何的干預 當然啦 用什麼干預呢 這個是操控 就不是干預 他又說得對 這些就是律師 大家真的要學習一下 每一句都是正確的 不過每一句都還沒說完 工會又指出了 行使司法權力各樣的時候 沒有受到干預 因為是完全控制的 在香港乃至全球法治社會 至關重要的基石 基石中的基石 大家記得嗎 We and us 講的 這些就是英文的基石 全球英國語文的基石 就是We and us 或者是菲律賓歌曲的基石 至於他說全球法治社會 至關重要的基石都對的 為什麼呢 看到這樣操弄法 很明顯是反面教材 這些反面教材 對整個社會改善自身 絕對是基石中的基石 工會又說了 社會大眾是期望香港檢控人員 公平合法地執行他的憲制職能 無論是檢控方或辯護方都是 都不應該受到不當的施壓 如果不是呢 就會影響到公眾獲得法律代表的權利 他不是指有些維權律師各樣的 就被人叮咚了 無得代表那些事件 是啊 他無緣無故擺這句出來做什麼 山是石頭海是水 那的確是有石頭的 又的確有些律師是喪失了代表性 被他剝奪了應該說 褫奪 那如果大家不明白未來那個專業性 共產香港專業性呢 這裏有篇東西跟大家分享 是新的科目啊 國民教育科啊 新鮮滾熱了 哈哈 看下怎麼考試都好嘛 國家資訊 訊息安全 根據以下新聞內容 環線上填色妥答案 這裏 美國媒體就說了 中國要求俄羅斯 就不要在東奧期間 進駐烏國 哇已經筆錄了在題目裏面了 2022年1月24號 這沒得走啊 資料來源香港01 那中方的反應就說這樣做 是污衊 就是說這個不好的意思啊 中俄的關係 我不明白啊 你是想人家說你好 還是說你不好 你那兩個詞語是用錯了的 不要緊要咯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就說報道啊 是一種挑釁 還有污衊 是指虛污有 但是這種這樣的伎倆呢 是不會騙得到國際社會的 他說是國際社會 不想這個東京奧運那裏呢 不是東京 冬天 搞得成 所以就這樣說 原來1月22號已經有這樣的新聞了 好了我們看題目了 根據上述資料啊 美國媒體彭博社報道新聞手法 正確嗎 不正確啦 你一定要答 3分拿了1分 為什麼啊 那你就召回趙立堅說的東西啦 嗯 很明顯啊 第一是不會獲得國際社會承認的 雖然是國際社會的聲音啊 就是他們說完些東西就不獲得自己承認 第二是不想東京奧運那裏搞得成 啊 冬天又講了東京 不好意思啊 第二家圓了嘛 第二條3分拿足啊 根據上述資料 彭博社報道 在社會上面迅速傳播的話呢 國家層面會造成什麼影響啊 這樣4分喔 那個影響方面啦 那第一當然就是啊 國家會給他們說壞話 還有 喂挑釁喔 影響關係不好 那第二 講明是子虛烏有的信息來的嘛 迅速傳播喔 那就會 滑亂人心啦 我們用這4個字 第三 那也會影響啊 那個東京的 哎 冬天 冬天的奧運 那會怎樣啊 就令到 經濟上啊 蒙受損失 第四 4分啊 那會令到 北京在國際社會那裏呢 受到壞影響了 這個國家層面 有這幾方面影響 4分拿足 將來的那些大學生就要接受這些這樣的訓練啊 不過這些呢 是高中題目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今天講到這裏